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打一波波炸讲堂 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我是主持人小果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男性会越来越胖 尤其是肚子这一部位,会越来越大 肥胖不仅影响人的外表,还会影响人的健康 在很多疾病上有更高的发病率 像是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和肥胖之间的关系就很密切 为什么中年男性会越来越胖呢? 一、心肝代谢降低 随着年龄的增长,基础代谢会越来越低 消耗能量的速度会越来越低 年轻的时候,吃上一些食物,稍微运动或者活动一下 就能够把它消耗掉 上了岁数以后,吃同样的食物,再做同样的运动 就不能把它消耗完了,就会让脂肪在体内堆积 二、不爱运动 生活中很多男性都没有运动的习惯 有的是因为工作过于忙碌,有的则是单纯的因为懒惰 本身中年男性基础代谢就比较低 再不进行运动,脂肪堆积的速度就会变得很高 没几年就胖的变形了 三、饮食不注意 中年男性应酬是比较多的 一应酬就要喝酒,就要吃一些重口味的食物 酒本身就有很高的热量 喝酒过多会导致热量超标 会转化成脂肪堆积在体内 外面餐馆里的食物大多重盐重油 吃多了同样会让人肥胖 四、身体出现慢性疾病 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慢性疾病 会因为疾病本身或者药物的作用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胖 最常见的就是糖尿病 糖尿病和肥胖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 尤其是二型糖尿病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 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可以关注我 或在下面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生每天下班后 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 关于健康的那些事